晚上好 这个是我闻完第二天的样子 闻过的地方它就会凸起来 我这次回来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就打算整理一下我的衣柜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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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整了一下房间 现在全部都是那些dust 我都快过敏了 刚刚一直在打囤体 我今天在整衣柜的时候翻到了这么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是我十多岁 或者更小的时候的衣服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几岁 我得问我妈才知道 我看了这些衣服我都觉得好好看 我觉得我妈在我小时候 她的衣品真的好棒啊 这些衣服如果给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年级穿的话 还是可以穿的我觉得 来看一下吧 这是一件迪士尼的小衣服 有一条紫蓝色的裙子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录这个视频 就是只是觉得小时候衣服真的好好看 这一件 这一件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件衣服 这样子的 花花的 现在都把它整进箱子里 哦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我小时候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那个Polo那个牌子的吊带 啊好好看啊 蓝绿的 如果这些衣服都变大的话 我还是愿意穿的 这个波点的 波点的也很 也很百搭呀 不会过时的很经典 然后我看到这一件 这件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穿的 超级小 这个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估计穿的也很好看 哦 但它有点 发霉的那种 就是有点污点 我妈真的好厉害 妈妈给你点赞 居然还有楼空装 哦 这是我 这个算幼儿园的衣服了吧 很小的披肩 我小时候跳舞就是不穿 这条围巾好像哈利波特 赫敏 赫敏可以戴的那种围巾啊 还有一个小吊带 好了 就这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衣服在这儿 我以前搬过家 所以小时候的衣服应该挺少的 还有这条裤子 我还找到了两个小时候穿的内衣 就小时候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吧 好有就是纪念意义啊 那个时候刚开始穿bra的时候 就觉得好奇怪啊 穿着的感受 我把我的背景墙稍微改了一下 原本挂的不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吗 但其实我一直都想把它拿下来 所以现在呢 就把我自己的作品和别人拍我的作品贴在墙上了 这样子的话 因为 其实我是刚开始学摄影 之前即使喜欢我也没有怎么 具体的去多拍啊怎么样的 所以看这些照片我会 时刻提醒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个需要去练习拍照的一个人 打雷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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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